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客气 但是现在 我想他能对应 或者是有人讀灰 又说有几差事啊 不讀的 之前他们说过 几年前 我不明白为何现在才審 这些傻子 陆重庸 涉及斩杀 和纵火 结果三母女就钉了 OK 但是他呢 他就走了 他本来说同归于重 如果你同归于盡 都好地地 不用受審 首先呢 他是会暴露的 真的很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 他说 他的女儿 花了他的钱 不跟他打赏 然后说 会跟他分手 他说的 他说 他说 找都找个年轻一点 你看你老了 於是他很暴露 我首先要说这些人 60岁的地盤工人 我就是60岁 你老是 他跟你在一起 你老是 那女儿 三十多岁 那天就跟你在一起 他死的时候 死者是42岁 他貪你帥子 还是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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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如果有一天 是缘分到的 你都唯有let go 真的是没办法 他花了你的钱 那你就当用钱 去买来 这几年的 即是温馨的家庭生活 两个小女儿叫你叔叔 是吧 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你要不要同归于盡呢 就算你是 或者是暴露 我觉得一个人去到这样的年纪 很难会暴露 我觉得能控制到的 二十多岁都不犯 是吧 有什么事 因为后果是你承担不了 不是说你死了就算了 那老母不是很同情的 但那两个小女儿 犯了什么罪 是吧 好 你说这些是什么业 一段时间就走 六重工人 因为不满年轻的二十岁的女朋友 爺而又老又窮 都是去说的 还说找男朋友 都找个年轻 涉嫌在大埔劏房里面 路斬女友 女友两名十三 和八岁的女儿 想救妈妈 亦都被斬伤 工人更加涉嫌在他的住所里面 放火 好 消防员到场的时候 地盘工人及时离开 才有轻傷 三母女事后 被发现在劏房里面 私踏私死亡 工人否认谋杀中火 就愿意承认这个 誤杀 但是 当然不挂你了 控方 被警戒下 就说 他 点火是想同归于盡 不过 受不了 不忍耸 最后 就独自逃走 就好像十二少 那样 他就说 都不好了 他就说 他说 堅子扣的女儿 叫我什么名字 嗯 都不记得了 梅艷芳的角色 叫什么名字 余花 真的不记得 好了 被告姚韦祥 65岁 65岁 看回案法继承 2021年3年前 62岁 真的不化 被控三学无杀罪 有意图众火 谋杀 温谷芳 即是他女友 大女 賴梦森 和小女 廖淑媛 一訪四人 姓瑶 姓温 姓賴 姓廖 都挺複雜的 死有不同的 好了 好了 並在同日 在大埔鄉市會 方美雲樓 鄉市會方美雲樓 五樓一個單位 入面中火 他願意承認 誤殺不妄 控方接立 好 其實那件事 都很幸運 大埔是否舊樓 如果你一起燒 起上去 你上面有這麼多劏房 真的不是說什麼 可以吃很多人 這次真是幸運 好了 好了 控方獨出開案陳詞 女死者 溫谷芳 案發的時候 42歲 真的小了她19年 20年 剛剛好 3年前 是一名單親媽媽 拿中緣的 長女賴梦森 就是溫谷芳 和前夫所生的女兒 小女 廖淑媛 8歲 就是和前男友所生的 都是吵架的 三個人 就住在涉案的劏房 多年 然後 溫谷芳 就是和被告打麻雀的時候認識的 兩個人在2020年開始拍拖 被告期後就搬入 溫谷芳的單位 即是說2020年 他們拍拖的時候 被告是61歲 溫谷芳是41歲 即是大概20年 很快他們打得火熱 就搬入溫谷芳的家 老實說 他本來被告100萬 被溫谷芳洗完 我當溫谷芳知道這100萬 就先 跟兩個女兒住 這個溫谷芳 似乎都沒有太老的 因為其實不應該被一個男人搬進來 你問我 但也不排除 他們打火熱 就一起住 他也不太介意 他當作是叔叔 如果他很介意 那他的生活也會很吵架 但是 你當然可以說他是報告局 但如果是報告局 那為什麼不叫你 有100萬 不如租兩房一廳 出去 一萬幾千 給安康上期 那當然是想省些錢 還是怎樣 因為 因為 我經常覺得女人 他叫男人去他的家 其實是把自己最後的一個堡壘 那 你說他對男人完全沒有真感情 我也懷疑 不知道 anyway 好了 案發前三個月 溫谷芳一個親戚 收到溫谷芳的電話 威國芳跟他的親戚說 說 被告 不斷在外面踢門 那親戚就馬上趕來了 案發前三個月 發覺那親戚說到來的時候 發覺被告仍然在單位之外 就說 這個阿芳啊 想和我分手 我斬死去 我和我分手 好了 隔壁的鄰居 所以 在三個月前這一件事 亦聽到有拍門聲 以及喊救命 然後到案發前兩天 即是說 是有前科的 三個月前 這個人都是不能控制自己的 因為 其實他們在2020年拍拖 案發前三個月就是2021年的4月 其實他們拍拖 最多一年 在 在 案發前三個月 即是說 在4月的時候 在7月案發 他們已經是有什麼炒炒鬧鬧的 好了 到了 控方繼續說 在案發日的清晨2點多 旁邊屋 有人聽到 溫哥方的單位裡面 船外 那些炒雜聲 吵炒聲 有人在喊 有血 老公 你先放下刀 殺人 救命 鄰居因此報警 大家可以想到 其實那時候已經出現了 有拳頭打架 或者 不是拳頭 用刀 有血的 老公 你先放下刀 肯定是用刀 肯定是用刀 殺人 救命 可能已經開始有殺人了 好了 鄰居聽到這樣 就馬上報警 這頭報完警 然後 看到單位 有黑煙霧出來 那些鄰居也要走 一出來的時候 就看到被告 怒氣匆匆地離開單位 好了 消防員很快到達 張火救息 在單位裡面 移開一塊木板的時候 就發現 死者 溫哥方 和兩名女童的屍體 當時是怎樣呢 媽媽 是最底的 長女 十三歲的大女 在中間 小女 就在大女上 上面只是人搭人 三個人都是面向天花板 上面有一塊木板 其實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搭著 好了 法醫說 三個人都是吸入一氧化碳 三個人都有刀箱 溫哥方和大女 分別有過百處的刀箱 大女有三十六處刀箱 在不同的位置 部分傷勢是防衛性的 為什麼會有過百處呢 譬如用手擋刀 好像溫哥方前臂的刀箱 顯示他被閘的時候 用手擋隔 其實 我當你再擺後一點 因為有前科 那些傢伙 你斬了一刀 他的隔了之後 其實你一見血 你怎麼可以斬到另一刀呢 更何況 這個是你愛國人做到小女 好了 幼女呢 有六個刀箱 法醫認為 三個人的死因 都是吸入濃煙 以及多處刀箱 單位起火的時候 估計他們還沒有去世 被告都送到醫院 急診室的醫生 就問他 為什麼火燭啊 被告那時候斷奪 逐逐地說 他說 我跟老婆做膠 他打架了 偷吃 他脫脫咳咳咳 那時候真的組織不了 我 兩個女兒站在我前面 他用兩個女兒 就是說在那一年的關係 他們其實是 曾經 起碼好過的 打架了 其後 被告就被捕 警方呢 等他好了 其實他沒辦法大病 才跟他做了兩次錄影會面 被告在會面說 案發前 溫谷方不肯跟他搏東西 我都不明白那些男人 這樣好色的 好多男人 我真的不明白 我屌你老母 是 好多男人 是因為這件事 就覺得 甚至乎要離婚 要成的 我真的不明白 喂 老婆 是不是一定會被你搏呢 喏 兩夫妻 如果 有 合體 就是 行房 敦輪 是正常的 但是你老婆 是不是會不想 或者有時候你不想 是不是會有 就是不要 六十多歲 你的性慾有多強 再不是的 你走去富士街 叫雞 廣福道大人把 是不是 這些 不只是發洩性慾 到了這個位置 這些 是那個男性尊嚴感作罪 我給得這麼多家用 或者你做得我女人 我就要什麼 對 用你老婆你不讓我屌 就是這樣 好了 但是 她老婆都苦摸下體 直至射精 喏 那就是這樣 喂 屌你老母 你試一下 老婆老婆 屌你老婆 不要搞 很累啊 不要搞 不要 很累啊 然後你硬一硬 不要搞啊 他們 你們暗笋啊 這樣啊 這樣啊 那你女人手來呢 屌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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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她老婆 不肯跟她搞 但是用手撫摸她 直至出現 我覺得真的好兩套義氣 老婆 其後 被告和老婆 再爭執 再爭執 似乎 就不是因為 她出不了事情 就不會跟她屌你了 但是 為什麽 因為她已經出了事情 肯跟她做 打飛機 今晚又有其他事情 如果你 相關於這件事 很大機會 就是 屌你老婆 你老婆 你經常不跟我搞 打飛機 沒那麼爽 不用外面勾佬 你不勾佬啊 我估計 如果不是 她老婆 不會說 那句 你老又沒有錢 我叔叔 找我年輕的男朋友 她是不會說那些的 好了 他們爭執 於是被告 在廚房拿刀 出來 你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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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了 然後 他拿刀出來 這個 阿威那方 就是 講出那些 你又老又沒有錢 我有另一條仔 找我年輕一點 這個是真還是假 不知道 他四十二歲 帶著兩個女孩 是不是可以年輕一點 不知道 但為什麽他講這堆說話 肯定是打完飛機之後 這個男人都覺得 嘻嘻暗暗 否則 沒什麽理由 會無緣無故 跟他講這堆說話 好了 拿刀出來 當然叫他放下 一把刀 於是 被告自己說 在錄影會面 他就找一把刀斬她老婆 兩個女兒見狀 保護媽媽 被告他意外 斬向兩名女童 意外就是一夜的 就算你真是意外 然後每一刀 都是有心的 他說 兩個女兒曾經要求他 停手 叔叔 不要啦 媽媽對你這麽好 喏 兩個小女兒 說媽媽對你這麽好 我只能夠相信 其實他的媽媽 可能真的對你這麽好 是這個傻子的樣子 因為我們用一個 四十二歲 有兩個女兒 都十幾歲 大那個 十幾歲 你以為他沒有稱自己嗎 那個女人 每一個人都會稱自己 自己的知識 現在叫他在街上吃到井水 都會對他相對不錯 所以讓他回來欺騙房子 所以不跟他幫他打飛機 所以說那些什麼 認識那條小子 找我年輕一點的 那些 他想喊不好口 當然了 你是不是叫你老母 現在現在嫌我老 你老母 那真是屎屎屎屎 這樣就喊 好了 叔叔媽媽對你這麽好 而 對呀 那個方就說 喂 我和你過世了 這些說話是信不過的 我和你一起老 可能是真的 但也可能是想 去冷靜一點 我們一家人 你不要這樣對我 他講得出這一句的時候 你是不是也好 就算他真是滾到你 做男人是蛋蛋 而且你這麽久都住在女兒的家裡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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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畢哥跟著說 他斬完他們之後 就用火機點著那些衣服 為什麼呢 你有沒有 動歸陣 好了 但是最後呢 他頂不順濃煙 衝出單位 他離開的時候 就是混蛋 他離開的時候 他老婆和兩個女兒 阿威高芳和兩個女兒 大叫求救 他看一看他們 但是頂不順了 很大火 混蛋 你老母 其實老實說 你離開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去大麥女兒呢 沒有抱一個也好 好了 警員就說 為什麽你會施踏師 他說 那我不知道 著火的時候 他們抱在一起 他們為什麽會 搭著我 我不知道 那真是奇怪 這個真是奇怪 不知道 你真是不知道 可能他們去找靈異的東西 搞一搞 打暈了人 不知道 你真是不知道 但是你這樣著火的時候 你沒那麼好心機 大舖的大女兒 摘著媽媽 三文字 小弟擺在上面 再擺一塊木板 很奇怪 好了 庇哥說 去戶口曾經有100萬 但是因為 溫谷坊 便洗光了 而溫谷坊也經常倒 那就更加好 如果這樣著火就變了 吐利盧沒有著火 吐利盧沒有著火 這些真是沒有用 慘啊 慘 另外 這件事我真的不會說 又是 馬上講 九龍東朝人聯會 朝人 不是很像朝 如文樂那些朝人 是朝周人 將在這個星期五開始 在黃大仙廣場 舉辦為期三天的 朝煙黃大仙活動 朝煙 街時 黃大仙廣場 將它變身成為 汕頭小公園 活動 有文創展覽樂隊表演 我七星期六要過去看看 還要提供多款朝散美食 當中更加邀請餐廳 包括 百合理牛肉 香港 日日香老鵝 快樂小羊串 還有 朝鮮手打 鴨屎香檸檬 我真的想想 你們這些牽涉做甚麼 朝鮮 朝鮮 朝鮮是金仔那裏 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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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三點水 朝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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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慶 現在是11月25日開始 那你不如去年4月 學國慶 在正中間 學兩年 他説也是呼應施政報告夜經濟活動 現在施政報告不是夜經濟啊 今年才能呼應去年的施政報告 他説透過推廣家鄉文化 加強市民對青年 對國家家鄉的認識和歸屬感 屌你了 好不好 你賺錢就賺錢 拿牌頭來賺錢 其中提到手打檸檬茶的成本 不非 尤其是杯的設計 很適合拍照打卡等等 他説除了這樣之外 美食 我們的活動還有免費的傳統燈籠製作 非為技藝展示 即是非文化為產 即是甚麼技藝 包括有展指 刺繡 目標等等 亦都有青年歌手在現場表演 獻唱流行和經典曲幕 即是沒有龍亭 有沒有MIRROR 龍亭現在很Hit 校正 但我真的覺得龍亭Eatable 我不會想 但我會 還要去唱歌 一度Eat 一度 唱歌 我問你聽 好 還有 他説今次主辦方 還會特別設計一個百米高的拱門 將汕頭小公園中心的中山紀念庭 呈現在市民面前這樣說 入場是免費的 亦都是在現場派一些換領券 但基本上入場是免費的 要消費的 當然要換領券 當然要換領券 要換一粒燒賣給你那些壞東西 或者要換兩元現金券 講來講 但亦都會有些人因為這樣 想做三天 怎麼搞呢 就算我有心搞 你怎麼搞得黃呢 老實說 現在這群館真是蠟燒 阿超哥 每個人都不會理識的 你是警察來的 你真的找回警察部 找一些大哥出來 叫他們弄回任意 記住 還是叫大哥找你 他們會弄的 不要弄到街坊 不要淘汰這麼難度 或者你 其實你不用開大會 你跟一兩個去做 說過 一兩個去做 你不要去蓋 其他人 就會去做 一個界的 你就拘捕 隱隱然就知道那條線在哪裏 那你是不是夜市的經濟 就好啊 怕別人會罵你 你繼續高調出來 我們會繼續嚴打 但是打得多少多少多少年都是這樣 你又要發酵 又要拿清潔牌坊 又要買而好 又要買而不吃草 這是不可能的 你們都搞了這些 裡面有什麼 美食一攬 我們有百合理牛肉丸 我們這些牛丸 全部賣到一件不留 幾個星期前 現在都沒有貨 為什麼呢 大家如果有留意 報章集資也知道 那些生肉 其實出口很麻煩 牛筋丸 手打鴨屎香檸檬茶 我聽過 鴨屎咖啡 原來有鴨屎檸檬茶 雙椒一口牛 秘製烤雞翼 燒雞為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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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魚蛋 羊肉串 我真的不敢知道 潮州魚蛋 有羊肉串 有羊肉串 燒全羊的 有羊肉串 有羊肉串 好了 這兩件先說完 第一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這段片 有對港男女 用一些很港式的普通話 推著鴨屎 向著 在小山、小山、大道等等 向著蹲下的人 問他們 你是不是腰脊有問題 要不要讓你錯 其實 其實就是在爺魚 爺魚 你問我 當然我是不認同這個做法 我日本正經一定要說 為什麼呢 這樣是很想人家自尊心 但是我看那段片段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 大部份是馬上知道 馬上得到 真的沒有說對不起 不好意思 會站起來 好了 那我會不會去做這些事情 我出道的時候就是專門做這些事情 我真的覺得沒有問題 或者那些沾沽沽遊戲也是這樣 不是啊 我真的覺得沒有問題 大陸那些人 現在就討論了 就說你們 歧視 喂 是啊 是歧視 是歧視你的行為 是歧視啊 當然 他有些 他 是 問到少許的問題 例如說 那奔妹坐在那裡 你又不說 你搞清楚 坐在那裡 野餐 跟你這樣蹲在那裡 是兩件事來的 是兩件事來的 別人的外傭 走的時候 撿乾淨 喂 喂 你們很神奇的 其實蹲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不明白 我們可能是香港人 真的不習慣 喂 我都不喜歡 你蹲蹲嘴會急事的嘛 蹲其實就是你抹大個身體 是這樣給人看的 但是我這樣說 有時候如果有些很漂亮的女兒 明明很漂亮 年輕的 她真的還要蹲的 是啊 你真是歪了頭 喂 很奇怪的 就算她穿一條 那些什麼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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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什麼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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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沒有東西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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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 我當你沒有 不是啊 不用啊 不要說她有褲子 就算沒有啊 你都覺得很想看 你都覺得很想看 那些女人這樣脈褲子 你都很想看 那些時候 有一段時間 我中三 不是那一年 我很願 因為我有個 我有一位同學 很生氣的 天生很生氣 是我 所認識這麼多的人 在現實生活裡面 第二是很生氣的 你一個打六七個 不想你學什麼 那些時候 他們經常叫我進去 新田圍的學台拳 我去完一次 我已經不想去 你這麼生氣的 為什麼呢 學台拳這件事情 第一 開頭學就是鬆筋 這麼生氣的 但是 你女兒在我們班裡面 有兩條女兒 大家穿道袍沒有東西看 是鬆的 但是真的要抹一字馬 真的要抹一字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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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 大家互相抹著 我聽到 我聽到 老實說 你沒有東西看 但也覺得很可愛 我當然認為 他們兩個挺幽默的 他們的網民 歧視 你可以繼續說歧視 不要用公權力 大家就說 歧視你 但是 你們 我看到下面有很多網民 大陸的網民說 蹲蹲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你們就繼續蹲 我們就繼續歧視你 你去到法國 去到英國 Dior LV 門口 那時候半島也是這樣蹲 他們 真的很像奔舟 還有 我講了一些外容 我用星期二入 他沒有地方 是兩件事 誰想在那裡 給你 我不說 他們不是蹲 你搞清楚 你真是錯 人家真的鋪了一塊 就像去旅餐 野餐 那樣 鋪一塊布在那裡 各位 話說 有時候星期日 都會回來公司 星期日 我就會去深水埗 吃早餐 因為我平常吃開 我當我沒有開 那裡是不重要的 去南昌 中間 南昌街有一個公園 即是在那裡 中間 跳很多人都奔印 但是他們不是坐在那裡 跳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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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昨天 無線的全新節目 握錢 播出之後 那 就引來很多 回響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真實個案 據說 這個虎主王生 就是粉蜜英雄 還要不遮影 厲害 他說 他父母已經八十幾歲 不斷說想抱孫 不是死得不安樂 於是 他就去聯繫了一些 我想是big dating之類的公司 他說 因為工作關係 他沒有什麼時間去找他想追求的女人 另外 他在外賣上面有些少少要求的 所以一直拖著 首先搞清楚 就是網民覺得他有很多信 但是我這樣說 有很多信不是壞事 他說 他沒有時間 去找他想要追求的女人 另外他對外賣有少少要求 就是說 如果你不是對外賣有要求 那你就有時間了 還是你有兩個factor 都令你追求不到女人呢 現在有一個有要求的給你 你也沒有時間 所以我不是怎麼管 問心一句 黃先生說分界公司的職員 說他是胖 不見譚 去踩他 於是他展露自己的見譚能力 還說自己有baby face 怎麼會沒有市場呢 黃先生自信十足 見到他 職員就即時轉口風 樂力去吹捧他 最後黃先生決定參加2萬9元 四個月的套餐 還給了一千元訂金 誰知道最後職員 就拿了一份五個月 全數支付不是訂金的 合約 而當時的職員 反正這些都是 適冷氣 製造缺氧環境 還不讓他離開現場 我真的沒試過 我真的沒試過 我呢 九幾年的時候 黃先生 看他們是否會這樣 來宣傳我 結果進去後 那個人全靜了 沒有人理我 然後他們說 我想請問你 是否在這裏買 是否可以買 是否可以買 然後就不知道 什麼酒店會 買一送一 現在我們的公務員 不是啊 你買一送一 那時候也有人看到我走 我真的沒試過 你試一下 好了 三日後 黃先生 和配對成功的女生見面 但到現場發覺 原來只可以談半個小時 雙方交換微信之後 黃先生感到 對方態度浮顯 於是要求退款 但是結果 被分界公司職員 遊說參加更多課程 最終 黃先生 被騙多兩萬多元 我不講這裏了 現在反而是某個隊的詞訊 在這裏有些評論 首先呢 其實這樣說 其實呢 你現在要告這裏 騙錢呢 是困難的 因為人家是真的 有安排 有女兒出來 有安排見面 這裏 或者這裏是否真的騙錢呢 我都不能這樣做判斷 還有課程真的有東西給你上 是啊 為什麼呢 可能你真的言喊蒙背 一個女生覺得不適合 半個小時 搞換微信了 離開 老實說 那些人說她有自信 我覺得一點自信都沒有 基本上 我跟大家說 我不想這樣說 Speed dating 的公司 就是為一些沒有自信的人 而設的 正常的人 怎會交不來 你交不來 雖然我有些朋友 有些女生 是好的 你交不來 你交不來 你就發孝咯 Speed dating 是給什麼 各位 Speed dating 這件事只有兩件事 存在的價值 第一 就是給這間公司的人 去賺錢 第二 就是給那些男馬佬 和那些女兒 去找機會 博物 第一 那當然中間會不會 配襯到 那當然可能會 其實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會去 因為那些人 我覺得 喂 我奪取了一個地方 那些女生 全部是有心找男朋友的 那些男生 全部是有心找女朋友的 於是 我當然要收費 也不是騙人 有些人也會這樣說服自己的 但其實你想一想 好像是 大家 擺明居派出來 找男女朋友 是容易 其實不是的 其實在我們生活之間 只要男 美 婚 女 美 家 當然要交過 以婚的人 沒得說 其實每一秒 等於我們男女 不能夠有 pure friendship 一樣的道理 根本在看 她在看 你是 able to 你一邊跟她 她的人 可以 她的人 你每個都在射 女都是 你是有 智信 當時培養 但 平時你沒有時間 因為你對上網有些要求 所以這麼久都找不到女朋友 你竟然會覺得你來這個 speed dating 是一樣的 你現在變成有時間 你起碼來這個 speed dating 既然你有時間 那為什麼你不平時找呢 你這麼有自信 因為你放了錢下去 我不去就好像很浪費 說真的 去找這些公司你也是沒有用的 你不要說我說啦 真是包山仔 但是我們先看看他的樣子 先看照片 說真的 網友不斷笑他 說他也很有自信 其實呢 撩來的自信 縱然是這樣 我們先不要看他的樣子 他沒有 他的比例沒有 但是看得出來 他是一個偽製來的 手腳 即是你感覺到 他類似我們老友 蝦鼻那樣 他的頭髮有一點點張國榮當年的鴨尾頭 那個 shape 但是今時今時就有點老套 那 說真的 不要笑他先 他不是肉酸樣子的 他只是紋一口而已 不是啊 老實講 他是正常男人一個 不夠高大 但是不是手樣子的 好 下一張 你看他的手腳 我估計他是矮 你看他的手腳 我看他這個設備 這樣他衡量 我估計他是五隻二鎮 這個人是矮 但是他說 我baby face 怎麼會沒有市場 為什麼baby face 會有市場 哈哈哈哈 喂 baby 你原來是魔鬼怪嬰 你baby 也大了 其實他是正常男人的樣子 不肉酸的 不是 當年不肉酸的 不肉酸的 那剛才那張你的眼睛都看到了 小眼來的嘛 那張有一次是誰 天盆元帥 誰是天盆元帥 誰是天盆元帥 我們有幾個天盆元帥 我們去上一張看 上一張看 他不是很特別的 老實講 你男人要P圖 你也很糟糕 就是 看回眼睛 起碼眼睛都很厲害 哈哈哈哈 其實呢 我又不明白為什麼 不過他這個節目 已經得到了 無線需要的東西 得到了無線需要的東西 就這麼爆 但是你問我 無線也知道你們是會喜歡看的 我們又會覺得 這個騙錢的節目 究竟這個人 是不是真實有奇人 還是做出來的呢 我也懷疑 有些懷疑 但anyway 其實 他真的很難會騙你 他真的安排了別人給你見 他真的有給你信 是嗎 OK 休息一下